加拿大温哥华此前举办了生活营 学员到中国城扫街宣导环保 也动手喷煮晚餐 这才发现煮一顿饭并不容易 玩起袖子准备晚餐 有的学员出体验 才体会到母亲料理三餐的辛劳 此情生活营赋予年轻学子 行孝行善的使命 在热闹的中国城 用环保行动改变不良印象 就是很没地方 为了随地乱丢垃圾 对 然后如果做这些 剪垃圾工作会让他们改成 原来他们不是这么乱的一个地方 这是慈青融入社会的正面力量 而这股力量有团体支持更大 小心翼翼加木头 让团员顺利通过 战斗营 每个任务都要团结合作 要融入本地社会 我们希望他们就是能够带得上我们的法 能够走入到社会 了解这个地方需要的 一年一度的台湾文化节 慈青也协助整理场地 贡献一己之力 慈旧之功 希望他们能将青春活力带给每个人 带到社会每个角落 戴新闻这是美之功 吴群芳 张静宇 游德坤 加拿大报导